女孩常常受到继父的骚扰 深知一切的母亲不但不帮她 还将这一切怪罪在女儿身上 说女儿在勾引她丈夫 这天吉拉表演结束后准备回家时 继父却带着手下在停车场早已供货多事 在继父的言语 这个名利动人的妓女 不过和她母亲一样 是一朵交际花 继父上来就抱着吉拉对她动手动脚 吉拉一把推开继父拿出电棒威胁 让她不要靠近自己 看着这个不听话的女儿 继父只能来应她 于是下令让手下抓住吉拉 强行给她注射药物 吉拉拼命反抗 挣脱了继父的手下 然后快速地跑上车想要逃离这 但是在逃跑的路上 刚才注射的药物 使她开始感到神志不清 而后方继父的车一直穷追不舍 吉拉连忙拨打了经纪人的电话 寻求帮助 可下一秒 马路中间却突然出现一个打车的女孩 吉拉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直接撞上去 而此刻被撞的女孩正和男友接着电话 听见撞击声 男友不断地询问女友发生了什么 但她并没有得到女友的恢复 手机里却传来陌生女孩的声音 在吉拉药效发作 马上就要晕过去的时候 她的经纪人及时赶到了现场 随后女孩就被送到了医院进行治疗 当女孩的男友小提赶到医院时 医生却告诉她女孩已经抢救无效去世了 小提怎么也没有想到 几小时前还在一起吃饭 还在关心她的女友 现在已经和她阴阳相隔 而令小提更加想不到的是 当她来到警局寻找当事人时 却发现肇事者变成了一个男人 而这个男人 正是白天撞坏她车的女明星的司机 小提当下就感觉肯定是女明星找人背了过 因为她当时在女友电话中 明明听到了女明星的声音 小提揪着司机询问真正的肇事者在哪里 可司机却一口咬定就是她开的车 其他的只字未停 第二天吉拉在家中苏醒后 她的内心一阵后怕 她想起自己撞到的女孩 当即就想要出门去看望女孩 但是却被公司的负责人插秧拦了下来 插秧告诉吉拉 那个女孩是她表弟的女朋友 并且女孩已经去世了 吉拉听完吓得贪软在地 站起来后她想要去澄清事实 但是却被母亲拦了下来 母亲告诉吉拉 如果她去现场承认了这件事 她的明星位置将再也保不住 并且公司也会因为这件事而面临破产 就这样吉拉不得不听从身边人的安排 可吉拉内心不安想要去忏悔赎罪 于是她在插秧的陪同下 来到女孩的葬礼现场 她跪在女孩母亲面前 向对方不断地说着道歉 可女孩的母亲却以为吉拉 是在替她的司机赎罪 并不知道吉拉才是真正的肇事者 就在吉拉听着佛经 和亲友们一起悼念女孩时 女孩的男友小题却突然出现 她直接把吉拉从灵堂打了出去 并坚定地表示她会查清真相 让女友安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